今天世紀拍下四名男子搭乘水上遊樂設施 但有人故意伸出腳 還潑水 甚至整個人站出船外 想再上船時 一次重心不穩 整艘船90度反腐 好厲害喔 怎麼會玩 四名男子落水之後 全身濕搭搭 但看起來樂在其中 一旁的友人也看得很開心 為什麼 他們是怎樣 事發在十八號下午南投縣知名 遊樂園 四名男子玩水戰船設施 玩到翻船 之後還走上水道 朋友不斷朝他們噴射水槍 但疑似就是互相攻擊時太激動 手腳不斷伸到船外 導致整艘船翻腐 通行有人表示是想撿鞋子 但如今監視器曝光 吸鬧行為也登上版面 那最主要是他們這幾個遊客 按照我們的這個搭乘規定 有一點就是在吸鬧的過程當中 不管是跳船或是搖船或是怎麼樣的一個不正當的動作造成這個船的歡呼 工作人員立刻派另一艘船來救援 但船隻卡在水道上已經嚴重影響設施運作 不過這項遊樂設施明明安全又平穩 水流速度也不快 設施上還明顯標示禁止站立或離席 但年輕人愛玩 玩到通通變成落湯機 索性無人受傷 設施也沒有損壞 但危險行為實在不可取 呼籲民眾得乖乖遵守規定 華視新聞周大祥 張士葵 周若平 南投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